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台电积极推动文化资产保存工作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支影片 介绍走过百年的店业发展后 公司展开这系列文资清茶与管理工作的原由与愿景 让我们来欣赏以下的影片 高耸厂房的西洋柱头 利落对称的建筑水平 金融直售的发电机组 斑驳泛黄的日之图面 承载着风华年代的记忆 文化是生活的整体 也是国家的软实力 对自身历史文化的重视 更容易认同与肯定自我 过往的文化价值跟记忆 如不妥善维护与保存 随着时间不断的流失 即使站在自己的故乡 却陌生地仿佛异乡人 电力是现代化与经济比较 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 电厂 翻山越岭的树垫线路 工变电设备等 在持续贯注社会进步动力的同时 也形成了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 台电传承台湾百年电业 除了肩负社会发展重任 创造经济价值 也致力于文化资产保存 多年以来台电及重视古迹历史建物的维护 而随着105年政府修订文化资产保存法 增订文物普查及列册追踪规定后 同年我们立即启动了文物资产保存运维装案 以先典藏研究后展示教育为工作方针 积极展开文史资料清查作业 先以竹子门电厂 旧东西县 浊水溪及大甲溪流域水力发电系统 这四个主题进行文史资料征集 并将清查成果转换为展览 影片与图书 藉由举办主题特展的方式 与民众分享台湾百年电业的故事 我们深知维护电业文史 是守护全国文化资产的一环 为了扮演好台湾文化建设重要的参与者 从制度到组织建构全面健全机制 除原本古迹历史建筑之管理为户外 更新订定文化资产的清查 征集 典藏 应用与管理等相关账则要点 设立专责部门并招募文化资产专业人才 透过跨单位组成之专案小组 定期召开会议追踪进度 此外 研聘文史工作者 电业史与文资相关学者专家 透过教育训练 课程讲座 来扎根文资保存理念与实物 并参与保存规划 提供咨询与建议 而对公共艺术的推广投入 以及文化资产的重视 也让我们在106年 获得文化部文新奖的肯定 更是第一个获奖的国营事业 逐步建构台电文史拼图 建置台电文物线上资料库 是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 并陆续从水力 火力发电 核能发电 再生能源 供电系统 营建工程等主题 进行系列性资料清查作业 并将成果以数位典藏方式 提供民众浏览 取用与研究 发展经济可使国家强大 但唯有发展文化可让人类伟大 稳定供电可让民众感谢 但做好文化资产保存工作 才能让民众感动 文化资产的保存是建立文化认同的基础 我们将汇聚思考与行动 与大家一同吸收保存社会的集体记忆 让历史与生活重新连结 带动社会翻转 让文化持续成为推动台湾前进的力量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